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在1946年到1958年间 美国在马少尔群岛进行了67次的核试验 对当地居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以及当地的生态环境 造成了无法弥补和无可挽回的巨大的伤害 美国在太平洋请到核废料控制63次 导致马少尔群岛的民众深受其害 患癌症、白血病、新生儿先天缺陷等发病率大幅伤身 而且在比基尼环郊等岛屿的土壤的样本当中 布239和布240的浓度比切尔诺贝利和福岛还要高出千倍以上 美英澳核潜艇合作损害南太无核区条约 使南太平洋地区再次笼罩在核扩散的阴霾下 理所当然会受到地区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关切和质疑 南太地区的人民不应该再次成为个别国家 推行集团政治和军事对抗的牺牲品 美英澳三国应该摒弃过时的冷战思维 本着负责任的态度撤销有关错误决定 不要再次祸害无辜的南太岛国人民 撤销有关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